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 那么这节要跟您讨论的是交通议题 那么我们带您看到的是呢 其实现在中国的高铁入欧 那么遭到欧盟敌事了吗 中国的高速列车首次在欧洲亮相 伍七奇说我们跟中国是兄弟 当天呢在陆驻塞大使李宁的陪同之下 那么伍七奇跟一些塞尔维亚的官员 在贝尔格莱德泽蒙车辆段呢 参观了凶赛铁路中国的动车组 那么伍七奇甚至还讲了一些话 他讲了什么我们先带您来听听 可以听到呢 赛尔维亚从来就不是附庸我们是个自由的国家 我们跟中国兄弟尊重这是一个事实 这也是我们两国关系这么好的原因 而中国如何在欧洲的火车版图上 谨慎推进它的棋子呢 沙拉利四月跟中车诸州的机车公司签署协议 在当地企业的帮助之下 重启本地生产 这些工厂将致力于这个车辆的生产 维护甚至是铁路行业的培训跟研发 就连呢对西门子相当忠诚的德国铁路公司 也已经跟中车签订了电池动力调车机车的订单 但是我们要带您来看到是欧盟试图挡下中国铁路 进军欧洲那么你可以看到呢 奥地利私人营运商呢 他们与捷克的同行那么公司签订合约 分别接收从中国进口的多辆列车 但列车还是没有获得欧洲商业客运的批准 保加利亚进行招标要求供应20辆的电动列车 并保证15年的维修期 中车开出的价格比西班牙公司低了一半 但是还是被欧盟以反补贴为理由来挡下来 可是你看大陆在中南半岛用高铁在布局 我们现在你看到的是在越南的部分 中越并轨之后呢 柬埔寨也请中国建高铁 中南半岛布局现在已经连成一张网 透过这张画面你可以看到的是 这张网是覆盖中南半岛的铁路网 是大陆的一带一路倡议重要的一部分 如果他们实现互联互通 那么等于你是把这个中南半岛上面 包括越南柬埔寨 甚至是泰国缅甸以及马来西亚新加坡这七国 人口就高达2.82亿 全部都连成一个超大的互通市场 而越南也是进印尼之后 那么呢也弃日本选大陆的技术来盖高铁 越南规划呢在2030年 新建两条连结越南首都河内的这个大陆的高铁 那么想仿照这个金户高铁 希望修建越南的河内湖知名高铁 越南的南北高铁呢总费用可能高达720亿美元 而越南的GDP目前才大概4160亿美元 光是一条高铁就占了他们越南GDP比重的17% 越南根本拿不出这个钱 但越南呢或许可以参考这印尼的亚万高铁 是不是来做一个合资共建的模式呢 再来一样在中南半岛 我们带您来看到的是马来西亚 在马来西亚呢这个新任的最高元首 他就说了在5年的任内将优先恢复吉隆坡东网 新加坡的高铁专案项目 去年7月安华就已经启动了高铁专案的审批流程 而且也对中国大陆释出了橄榄枝 那你可以看到呢无人机拍摄的画面显示 中车一列发往马来西亚的新型ETS3迷鬼动车 那么它的主列车在株洲下限呢 是为马来西亚量身定制 未来呢将在马来西亚的西海岸线来运行 那么讲完了这个马来西亚还有泰国 除了中泰铁路之外 泰国日前还想在马来半岛打造一个新通道 即使呢在半岛的东西部分呢 就是分别建一个深水码头港 两者这一段90公里的距离 则以铁路跟公路来串联 大陆现在已被泰国列为种子的对上来做优先考虑 而在柬埔寨呢则是皇家铁路对于最近呢 从日运来的这个列车进行试营运 发现呢这个从日本来的好像也没有多快 时速只有110公里 经编到波贝北方的铁路投资40亿美元 公旗呢14年还不一定能够如期完工 洪森去年访大陆的时候就是要讨论这柬埔寨的高铁 跟高速公路建设 希望可以仿造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模式 所以看起来这个中南半岛都也很想要积极 跟中国大陆来做合作 我们先来请教一下介大使你怎么看呢 现在中国的高铁 诶似乎已经到欧洲去了 对中国到高铁 中国到高铁到欧洲基本上就是塞尔亚到匈牙利这一段 那已经接近完工了 我想就是说 争议是很多 因为欧洲人除了市场的保护之外 他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们这种自豪感 他觉得怎么欧洲的这种 因为火车是发源在欧洲的 那到今天被中国这个技术赶上取代 我想他们心里面上有一种抗拒 不过这个基建的项目 其实我的初浅了解就是说 你的产能很重要 你的成本很重要 那中国大陆过去30年是基建狂魔 他投资下去的这个有关这个基础建设的基距来讲的话 那是全世界第一名 也就是说你今天要修一个海港 你去买那种大的那种 浮的那种码头 去建那种大型起重机的话 你要投资非常的大 那投资完了以后 他不是只用一次 对不对 那你还可以做第二次使用 第三次使用 第四次使用 那你这个中间你的这个设备的折旧率就比较有折旧 你的成本也相对的比较低 对 那你不常见这些大型的这种 这种所谓的基建项目的话 你每建一次你就要去买一大堆机器 就是你要推土机挖路机起重机 还有那种什么 那种砖洞的开山洞的大约翰 这种地盾式的这种 投资非常的多 那所以呢 因为中国大陆过去几十年都在做基建 这种基建的所谓的基具 非常的充裕 所以呢 他只要把他的过去用的基具拿到新的场地 就可以继续使用 他不必再重新买 因为你买的话 你这个成本会加入到哪来 加入到这个跟你修建这条铁路 或修建这个港口的这个 这个投标的厂商的 所以这个问题你就可以显现出来 比如说在这个越南这条高速铁路 谈了二十年 没有开工 因为第一个原来日本的东西就比较贵 第二个事实上的话 这个越南这个国家 他的经济不断在成长 这个二十年期间 他土地的成本也增加了 那日本人他觉得 他基本上他就是要这样做 然后呢 成本高的话 那要跟越南谈 这个收购 征收土地的费用 各方面成果增加 所以这个铁路一公里都没修 那事实上在印度也发生同样的事 那么现在世界上 你如果能修高铁的国家不多 美国没这个能力 欧洲有这个能力 可是欧洲的系统也是很昂贵 那在亚洲国家里面能选择只有两个系统 一个是日本系统 一个是中国系统 可是日本系统在越南 在这个 在这个印度都证实 没有办法施行 没有办法 那中国大陆就用实际的 这个在印尼的亚万高铁 就做出来了 那而且他的模式 也是这个 共同营运的模式 也是很多 因为日本的厂商他不愿意做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中国大陆有成功的模式 有比较多的竞争力 所以呢 就看这些国家 他有没有政治考虑 越南当时选日本 不选中国大陆 他是政治考虑 他不是从成本考虑 可是现在基于现实 他真的要修的话 事实上的话 他也需要考虑到 那么现实 你需要铁路的话 你找日本 他修不出来 修不出来 那现在中国大陆 可以修得出来 所以越南先是 先从他的北越 跟中国大陆的 这个重要城市 先用高铁来接轨 接下来他还是希望 送一个 从胡志明 到这个西贡的这一条 这个河内到 这个胡志明市的这一条 纵贯越南 这个高速铁路 1500公里 所以我认为 这些铁路 最后的得标 最后应该还是 中国大陆 那这个没有办法 这是现实就是现实 那你如果要花的成本低 品质高 又能够如期完成的话 那现在放眼望去 就是中国大陆 那我们来问一下 张军你又是怎么看呢 尤其是现在大陆 在中南半岛的铁路 好像真的是越来越火药了 对 我们可以看到 他这个中共 在关于高铁就三步走 第一个他铺 铺这个高铁 做高铁完毕之后 就有交通了 有交通就有经济 有经济完毕 经济的整个伸展出去的话 就影响到政治 对 所以先高铁 再经济 再政治 它是有节奏的 因为中国大陆目前的 它现在的高铁 总共4万3千公里 整个大陆 因为它的覆盖率 整个覆盖大陆 百分之八十 那这样的话 它是成熟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它第一个它成熟了 因为它全世界 高铁盖的最多 它成熟之后 它到中南半岛去 它这个一横三重 一横三重 那它规格都一样的 高铁的轨道的宽度 143.5公分 全世界都一样 就是143.5公分 所以盖到哪里去都一样 第二个它已经 除了这个已经 这工法已经成熟了 成本就降低了 因为这个报酬规模就来了 第二个它已经模组化 你这个轨道回来 它整个这个机器都在铺轨 不是人以前悄悄打打 现在不是的 那整个一个机器过去 它铺轨 然后这个粘孔 把它放上去都固定 固定固定 很快 速度快很多 不是以前在那边 敲山打腿 炸山洞 不是了 就跟刚才大使讲的 大约翰就过来 有遇到山洞 大约翰就进来就通了 以前在那边 还要放炸药炸在 现在不是大约翰 整个一过去 整个山洞就打通了 所以现在速度非常的快 那在2025年 大概中国大陆的高铁 大概就要到 明年的话 到明年底 它就到5万公里 那5万公里就知道 将来的覆盖率 就可能到了 就要往90%的覆盖率 那整个大陆都是高铁 那它看到未来趋势 因为未来趋势 大家都是时间就是金钱 大家坐高铁 我们知道我们台湾高铁 刚出来的时候 做人还不多 现在你去看 都是在做 为什么 大家经济一直提升之后 大家坐坐高铁了 干嘛要去浪费时间 时间很宝贵 都是一日生活圈 一日来回了 大家不会再去浪费 那些时间去做那慢的 那大陆将来的经济一起来 那高铁的市场 整个就蜂拥而至 大家都有前驻高铁 它也看出中南半岛 不管是越南 柬埔寨 高棉 马来西亚 泰国 包含 甚至到最后的缅甸 我们看 那南边的还包括新加坡 甚至这个印尼 但印尼隔了一个 我们叫做马六甲海峡 那再来看 整个中南半岛 经济也要起飞 整个的东南亚地域 总共6亿多人口 那将来的话 它整个经济起飞之后 对高铁的依赖度 都可以预测了 那高铁的市场就来了 现在没有 但是你盖好就来了 就跟以前的在40年 说盖高速路 那有谁要去用 结果现在高速路 哪天不塞车 类似这个状况 那高铁现在 感觉到好像没有 但是问题 越南经济起飞 马来西亚起飞 泰国经济起飞 大家都要高铁了 他就看看 看到未来的市场 那现在盖好将来赚钱 变成这个状况 所以我们可以看 这未来的市场 非常的大 而且成本一直压低 越来越成熟 越来越比较人工 越来都是机器 那整个的话 那个中南半岛 整个发展起来 那这样的话 中国大陆的经济影响力 就过来了 经济影响力过来之后 政治影响力也会进去 所以它的三步骤 先从交通开始 切到最后面 就变成一带一路的落实 它就有它的一个策略 那变成一带一路的落实 那我们来问一下 那兵哥你又是怎么看呢 我觉得那些去讲说 塞尔维亚会不会变成 中国大陆的附庸 我就觉得 会问这种话的人 那你们有没有去思考一下 整个欧洲是不是美国的附庸 你们对美国 美国人叫你们干嘛就干嘛 好像完全为美国马首是瞻 那请问一下 整个欧盟是美国的附庸吗 所以我觉得用这种方式 想要去挑起 这样子彼此之间的矛盾 实际上是没有太大意义 因为这些欧洲国家自己恐怕都不见得站得住脚 那实际上塞尔维亚也不是什么事情都听中国大陆 像他最近在军机的采购上 他就去跟法国买标凤战机 他就没有买大陆的战机 很明显啊 表示他还是保有他自己的选择权利 也不是中国大陆推销什么他就要买什么 那大陆为什么现在跟这些相对来说 比如说在欧洲比较边缘的国家 或者是一些比较第三世界的国家 彼此间结合越来越深 其实这不能怪中国大陆 像欧洲跟美国老是怪中国大陆 什么产能过剩 什么清销 什么在那边讲这些东西 那你为什么不去想想看 中国大陆 为什么这些他的产品会在第三世界国家 或是在这些比较边缘的国家这么受欢迎 就是因为他的性价比很高 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 中国大陆愿意提供给这些国家优惠跟协助 你们不愿意啊 不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吗 如果欧洲跟美国 你们还是像几十年前一样 到处去用基金去帮助这些比较落后 或是比较贫穷的国家 协助他们做基建 然后协助他们发展经济 这些国家到现在还是跟你是好朋友 那为什么人家现在要转向去跟中国大陆合作 就因为你们要价越来越高 因为你们只想拿不想再付出 所以才造成今天这个结果 这是你们自己要去检讨 而不能叫中国大陆去检讨 中国大陆很简单嘛 现在这些相对比较落后一点的国家 他没有这么多的钱 可是他又想要增进自己的基建 那唯一的选择就是找中国大陆 因为中国大陆不但有这个技术 不但速度很快 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愿意提供资金 他可以让你慢慢还 那对这些国家来讲 其他还有任何其他的选择吗 你美国愿意做这种事 日本愿意吗 欧洲愿意吗 都不愿意啊 那你们在怪这些国家干什么呢 那欧洲现在想要用各种方式 去阻挡中国大陆的商品 老师说他是用补贴 用清销 用各种方式 其实只是显示一件事情 就是欧洲自己的产品 越来越没有竞争力 因为你们的成本越来越高 那你们又不愿意降低价格 因为你们要享受丰厚的利润 所以你们也不准别人卖的太便宜 这就是欧洲现在的发展方向嘛 所以我觉得 这种保护主义现在在欧美越来越盛行 其实久了 恐怕对他们是伤害 而不见得是帮助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集会回来带您继续讨论 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 那么我们带您来看到的是这和平峰会 和平峰会没了中俄还有作用吗 柬埔寨现在说他们不参加乌克兰的和平峰会 红森说是建国的自主决定 柬埔寨的前首相红森呢 他说柬埔寨不会参加 就在瑞士举办有关乌克兰问题的和平峰会 没有俄罗斯的乌克兰和平峰会是不会成功的 而且中国从来没有对柬埔寨指手画脚 反而是批评一些中检关系的国家 不断的来对柬埔寨施压 那么现在美国总统拜登呢 不去跑到法国去吗 他现在要重申要支持乌克兰 还是不会让普京得逞 甚至呢这个拜登还加码 说要第六度的来军援乌克兰 甚至说华盛顿要跟乌克兰坚定的站在一起 两个人呢最后还发表联合声明 对伊朗和北韩上俄罗斯转移武器 对于中国向俄罗斯转移 军民两用部件表示呢强烈的关切 现在法德的军工集团 正是在乌克兰成立子公司 法国跟德国的军工集团 成立了乌克兰子公司 要在乌克兰本地直接生产这些军事装备跟弹药 而且还要维修军事设备 那么为了抵抗中俄威胁 美国说他们打算扩大核武库 如果中俄不改变它的核子策略 现在美国国安会武器的管制署 这边呢他们就讲到了 过去十几年来 裁减核武的美国可能会被迫增加部署战略核武 但是现在我们带你看到俄罗斯的情况 俄罗斯总统普钦呢 其实过去常常会保护他的女儿嘛 不过最近却很罕见让他两个女儿是公开亮相 所以外界也眼睛一亮发现 哇他的女儿其实蛮漂亮的 那么也让他发表演说引发国际关注 那么CIA的前高级官员就讲到了 其实普钦呢上来对私生活是保密到家 现在会让两个宝贝女儿 愿意这样子公开的抛头露面 很有可能就是他已经想到死亡接班一事 那么现在在欧洲的状况呢 则是英国的外相卡麦隆居然上当了 跟乌克兰前总统聊视讯 聊聊聊才发现原来对方是假的 苹果外交部说外交大臣卡麦隆最近被恶作剧了 他说有人假冒呢 这个乌克兰前总统波罗森科来电 那么双方还短暂的视讯通话 直到他开始在问东问西 他觉得怎么会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才发现原来对方可能是假的 不对劲才可以挂断 但是其实在2018年 当时的外交大臣强生 跟亚美尼亚的总理尼科尔通电话 谈论国际局势 也是聊了一下 才发现他好像不是本人了 惊觉上当 所以大家都说这个英国到底怎么搞的 而大陆现在被公认调停者 美国只会捣乱吗 阿富汗的问题 地区联络小组四方会与伊朗举行 中国代表也有出席 伊朗、巴基斯坦、印度跟俄罗斯代表参加的 阿富汗问题地区联络小组 第二次的四方会议在伊朗首都交开 中国有派代表出席 伊朗的临时 外长就说了美国透过扣押资产 阻碍阿富汗的发展 伊朗驻阿富汗的特席也讲到了 美国应对阿富汗目前的局势负责 一旦美国停止帮助怂恿阿富汗境内的恐怖主义 阿富汗人将体验到稳定和平静 那么现在是不是想停火 伊朗就说最有效是跟美国切断 对以色列的所有援助 那么伊朗的临时外长就讲到了 如果美国是正直的 就中断对以色列所有援助 而不是以停火的名义提出各种方案 那么伊朗出席首次的 基因专国家交通部长会议 那么伊朗的交通部长说 伊朗正式加入基因专国家 是伊朗外交政策历史性向的成功 我们来请教一下 介大使你怎么看和平峰会的这件事情 就是和平峰会 第一个 拜登没有去 这个就变成 就是说到底是谁在 真正在幕后促成这件事情 如果说是美国全力出 全力的要促成这个会议的话 那拜登应该出发 要去 结果拜登没去 所以现在我看国际媒体的报导 现在就讲得有点模模糊糊的 好像是 是泽伦斯基主办 因为有报导 这个西方媒体说 泽伦斯基说 他上次在香格里拉说 他说我发出了140多份邀请函 邀请的对象是各个国家 及一些国际组织 然后他还给了一个明确数字 他说到当时 他说到目前已经有1606个 国家及国际组织 将派员参加 很奇怪 有泽伦斯基出来 这个做这样宣布 那结果问题 他这个宣布 结果被主办国 因为这个地 这次会议点是在瑞士的日内瓦 主办单位出来更正 他说没有106个 只有80多个 国家跟国际组织 确定会参加 所以这项会议就变成 其实不要说没有俄罗斯参加 这个会议倒是谁主办 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泽伦斯基他这次去了 这个香格里拉在新加坡 他后来还跑到菲律宾 当面去邀请这个马可氏总统 去参加这次会议 马可氏当时也没有给他 一个明确答案 他说我会去参加 可是马可氏去呢 还是马可氏的副手呢 还是马菲律宾的外交部长呢 还是菲律宾驻瑞士的大使 究竟出席呢 都不知道 所以这次的会议 就是说鸿燊他是比较高调 就是说我不去 就不去了 没有意义啊 你把你这个是和平会议 结果呢 大家以为去和谈了 结果只有争端的 冲突的一方出现 那你要我去 你意思就是我站在你这边吗 那你叫这个柬埔寨他们一向就是希望保持中立的 你打你们自己打仗你们有你们原因打起来 你不要把我拉到这边 他被选边站 对你去了以后你发觉 哎呦原来是我是要站在支持你乌克兰这边的 那他呢就不去了 他也不会这样讲 他是说这种会议如果没有俄罗斯去没有意义 不会有结果嘛 不会有结成果 那现在就不连日本 我看到最近的消息 日本的外向也说 我们会去 不过谁去 我们还在言商 那我在想说拜登不去 你说岸田文雄会去吗 所以如果去了 其实最后有80个 国家跟国际主持 我们还要看 那些国家派去的人是什么人 对当然在日内瓦开会 我觉得欧洲各国的这些 什么马克宏啊 这些人可能会去捧个场去支持乌克兰 可是比较远的地方 还有就是这场战争没有太多直接利益 而不想在这场战争中 跟着一边起哄 选边站去得罪俄罗斯的话 我想很多国家即使参加也不会派出 层级很高的 也不会派出层级很高 所以这些会议已经快要召开了 目前看起来当时声势很大 现在看起来有这个开高走低的这样子的趋势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任何和平的尝试都是好的 我们希望也有多国家能够 这个会提出一些具体的看法 就是说到底如何能够上这场战争 赶快停止赶快和谈 那么这样子发挥 而不是说你到最后开了会以后 在那边谴责 一致谴责俄罗斯 俄罗斯是侵略者 如何如何如何 完全在乌克兰 那有什么意义呢 对不对 意义不大嘛 我们是希望看到这场战争 赶快停核子弹 让乌克兰的老百姓 能够过一点正常 像个人一样的日子 好 我们来问一下张军 您又是怎么看呢 那和平峰会变成单方面的了 变成就乌克兰 不要包含西方国家 只要没有俄罗斯参加 那意义不大了 你当我们讲了再好 最重要的主角 乌克兰的对象就是俄罗斯 你俄罗斯没有参加 讲了再好都没有用 最重要的是要跟 关键人要跟俄罗斯谈 没有去跟俄罗斯谈 那就自辩人自嗨 那现在乌克兰的战局 对乌克兰来讲也不利 因为乌克兰目前的 不是武器装备够不够的问题 是没有兵源 你给它武器 给它装备 给它火炮 问题是它兵源有限 而且兵源有限 都消耗殆尽 现在训练 你训练的话 兵源不住 训练又不够 那你怎么发挥战力 而且士气也不高 那士气不高怎么办 打了那么久 精锐消失殆尽 所以问题在这个地方 北大向安工业组 或美国要派兵介入 他们只有给武器 让它乌克兰上战场 自己不派兵帮忙 那你这样有什么用 那和平峰会也是这样子 那我认为有点点 没有达到重点 他们认为就在旁边 这些边缘地带 我认为只是在边缘地带 这边解决问题 并没有支导核心 我认为解决俄物战争 就要核心 第一个 请俄罗斯过来 这么做谈判 而这不知道谈判 是不是北大西安国家 介入 因为你现在乌克兰 打到最后面已经 说实在都是老弱残兵了 都已经招不到人了 女的也上战场 男的也上战场 这个年轻消失殆尽 为什么不帮忙 那你不帮忙是不介入 既然不介入 叫乌克兰单独去面对俄罗斯 那不可能赢得战争 一定要大家 我们讲到的旅行 叫团购 打仗也要变成一个团体 就叫乌克兰一个人 面对战局 那是没有办法 那到最后变成 乌克兰后继乏力 那个战力没办法上去 那将来反而更惨 那这个只能说 它整个的底气慢慢就消失了 底气消失之后 那时候要再往狂然来不及 我认为在第一时间 在2022年的时候就开始 一个我们讲到一个停损点 就到现在2024了 两年四个多月 我认为停损点没有化 当初的话整个的话 在西方国家来看 俄乌战争 西方国家犯了一个战略错误 停损点没有化 一定要停损点 任何投资 投资股市要停损点 人生要停损点 不能再投入了 再投入的话 只会一直在浪费 浪费生命 浪费国家的资源 浪费 变成这个状况 而且没有办法 扭转劣势 如果说你浪费投资 能够扭转劣势 那你就可以 你这投资投资 却没有扭转劣势 那你无底洞 会变成这个状况 我认为这个蛮惨 我们在转转 再看阿富汗战争 阿富汗战争 当初美国在 2021年的时候也错了 当初不要一次撤退 2021年的8月30号 一次撤退之后 整个塔利班逆个上去 他应该逐步 把这些交代清楚弄好 弄好都布证完毕之后 逐次撤退 不要一次重重撤退 整个塔利班 整个拿下去 一个礼拜不到 就是7天 整个把阿富汗拿去 所以当初的话 也犯了战略错误 就这个一次 完完全全扫干净的离开 造成整个中空 那就变成整个阿富汗战争 变成整个秋风扫漏夜 塔利班整个就拿去了 好 我们问一下兵哥 你又是怎么看呢 我觉得现在 这个峰会其实开不开 我觉得根本没什么差 因为大家刚刚也都提到了 俄罗斯也不去 美国自己都不去 而且美国还蛮羞辱性的不去 为什么 因为拜登不去的理由 居然是因为他那个 要跟明星一起募款 所以他都没空去 然后就派了贺锦丽去 那贺锦丽是出包大王 所以派他去干嘛 我也不知道 反正看起来美国就不是很重视 这个峰会 所以我觉得这个峰会 就是白开了 基本上虽然还没开 但是也是白开了 因为没有任何意义存在 那美国当然不会让乌克兰战争结束 至少在11月之前 他不会让乌克兰就怎么样 就投降了或是直接结束战争了 他要继续拖着 这对拜登的选举至关重要 所以美国也不断的还在帮乌克兰输血 可是他现在呈现的状况就是 他输的血越多 其实就是乌克兰死人越多 对战局也不会有扭转性的帮助 除非北约真的敢跟他们所宣称的一样 你直接派军队进去 真的去帮乌克兰 但北约愿意做这件事吗 像现在法国跟德国讲得很好听 说在乌克兰要做生产线 乌克兰85%的电厂都被炸烂了 国总统拜登来到了法国进行国事访问 那马克宏用隆重的军力来欢迎拜登 电凯旋门的无名战士的木之火 那大家看得出来 甚至凯旋门用超大规模来迎接 甚至还在旁边架了起大荧幕来欢迎拜登 但是场边大家也捕捉到荧幕 真的大家觉得非常尴尬 就是拜登在敬礼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画面 原本突然莫名其妙就你一个人突然转身 那那时候其实大家看到 马克宏跟旁边的他的太太 你看我我看你了 真的是有点尴尬 不知道拜登在做什么事情 结果看到拜登转身之后 也没有转过来意思 那大家干脆一起转身 一起面向后方 那这段画面其实一流出之后 大家也说拜登你到底在做什么事情 因为现场大家都一脸尴尬 那拜登这个行为也说明了 你不尴尬 那尴尬的就是别人了 那现在看起来 美国跟法国在政治上 是不是蛮亲密的 但是在经济关系上 好像又有点复杂 即便在纪念诺曼丁登陆 这样的大背景的时代 的环境之下 展示了政治上的团结 但现实的情况之下 并没有没有改变 因为拜登这次的国事访问 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宣布 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展现两国之间的友谊 但是友谊的小船 坦白讲说破就破 那会不会法国是真心 要抗中还是要给拜登面子呢 我们接着看下去 拜登跟马克宏寻求合作 但是又攜手来应对 中国的贸易做法 马克宏说 我跟拜登对中国潜在的 不公平做法担忧 这会导致产能过剩 对全球的经济有影响 我们需要协调一致的行动 那大家也很关注说 美国跟法国总统 强烈关注中国向俄罗斯提供的 军民两用的材料 还有军工的零件 白宫发布的美法联合声明提到 两国总统强烈谴责俄罗斯的侵略 并且对中国以及其他国家企业提供的武器 给俄国表达强烈的关切 但是大家刚才讲到说 法国会不会有两面守法情况 因为我们知道在疫情解封之后 陆克称霸全球了 现在在海外的观光 消费已经破六兆 西克最多的是哪个国家呢 那就是法国 法国的这个国外的旅客 居贯 所以大家非常关注的 这个是这一点 法国会不会在玩两面守法呢 尤其现在空巴在船 中国百架客机订单 消息人士就指出 目前中国航空公司 正在向空巴洽谈 想要购买100多架升旗的A330机型 但时间还没有确定 那空巴的CEO他就说了 全球贸易战如火如荼的展开 他也想提醒大家 近年来对欧洲飞机的征收关税 不是中国人 而是美国人 看得出来呢 是不是有两面的一个态度所在 那现在呢 包括了中国的这个 宁德时代呢 遭到美国议员指控 强迫劳动 股价摔了5.66% 他急喊冤 美国的这个众议员 共和党的议员 他的联名指控 中国的电子大厂 德宁时代呢 还有国宣高科 怀疑产品制造过程当中 涉及强迫劳动 应该被纳入实体清单 那德宁的时代的A股 影响单日下跌的5.66% 那怒斥美国毫无根据 另外再看到就是 现在美国的前华裔的市议员 他就指控说 他说他有个朋友 是中国的石油大亨 结果呢 从机场入境到美国时候 被盘查十几个小时 海关跟边境保护局 对他的方式呢 就像他好像是个罪犯 不是石油大亨 而且几乎是被调查 身家之后才能够入境 事后让他很生气 杨炎此生都不来美国了 希望海关对中国入境者 能够友善一点 当然也不止 只有这个石油大亨 面临到的情况 甚至连中国游学生 也频频遭到遣返 现在 当那个华裔的议员 他就说了 难道我议员也不能关心一下吗 因为中国游学生 被遣返这个事情 他打给海关 结果对方说 关先生不好意思 你没有居28的表格 所以不是律师或出庭代表 不能跟你谈和 那这些学生 他也问我说 我们到底做做什么 他无法回答他们 难道要说是 美国歧视华裔吗 再来看到的就是 称中美合作不复以往 那美驻中的大使说 都是因为中国的领导人变了 这个是美国驻中国的大使 叫做伯恩斯 他说美中和合作难以恢复 主要原因是 中国领导人的态度变了 反观美国的一中政策 在1972年以来都没有变过 有人说美国的行为 让中国改变态度 但事实正好相反 但是大家想问 到底谁发动贸易战 那金片难道是 美国 不是美国先出手的吗 所以大家留下了一堆问号 话回来请教一下亮哥 亮哥你怎么看 这个拜登怎么突然转身 还转了那么久 现场非常尴尬 可能有我们看不见的力量 西方神秘力量 那后来马克宏去跟退休的将领去握手 结果几而拜登就赶快拉着拜登离开现场 太尴尬了 我就不知道他会做什么事 你看他转的时候 旁边都没有转 你看我我看你的 就大家一起转 因为在法国 马克宏反应也蛮快的 对 他只是避免他尴尬 事实上美国因为今天在选举 所以我记得布林肯去中国之后 美国之音写了一篇文章 他说中美关系只会持续的稳定恶化 稳定恶化 对 他这个概念蛮有意思的 叫稳定恶化 就持续恶化下去 就说只会更坏了 不会好 那我们只是希望这个坏不要失控 是 就这个意思嘛 所以你现在看到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事发生 坦白讲我都不会意外 比如说某人在 进机场的时候被留置十几个小时 谁叫你要去美国做生意 你今年你去美国做生意 你就要预计这种风险 像我跟大陆网友他们在问我说 要不要去美国留学 我说你如果是理工的 你最好不要去 我就会这样回答 学理工的不要去 我就会这样回答 因为我觉得充满风险 是 那如果是 他问我说 那我如果要留在美国就业好不好 那我就说 你如果是理工的 那你就有可能会出事啊 你就去看千人计划回去多少人 因为美国现在就是自己 我觉得是因为 他们有一个稳定的力量在做决策 是 所以国会的力量也进来了 民粹的力量也进来了 乱七八糟的力量 都在参一咖做决策 然后拜登 因为跟川普差距很小 所以他有时候就要迁就这种力量 所以他就常常会出现一些 莫名其妙的政策 比如说林德时代这个 那个只是美国议员的一个说法 他股票就要跌5.66 他还不是政策 那为什么会这么敏感啊 因为很可能会成真啊 你如果是在一个正常的 美国的三权分立的运作的体制 如果拜登政府是稳定的 他不会因为一个议员讲就跌了 不会啦 可是现在大家就觉得什么都有可能啊 气氛紧张啊 这个就是 这个不叫气氛紧张啊 气氛一直都很紧张啊 是美国失去了一个稳定决策的力量 所以什么事情都有可能成真 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觉得我说这个就是 你也不知道怎么办啊 坦白讲 你说在这种情况之下 欧洲是不是都跟着美国 也不是 他们也是贼得很啊 比如说我随便讲 比如说法国 法国因为他自己也有汽车工业 虽然很弱 那因为德国人家就跑去跟中国合资了嘛 那休亚利 他就请林德时代来投资了嘛 那法国就是两个都没有 那法国呢就对 中国车主委要在法国卖 我就不给你消费者补贴 他已经实施了哦 那中国大陆也鼻子摸了就算了 他也不想跟法国闹僵 因为现在中法关系还不错 那可是这个案子要提到欧盟就卡住了 因为德国反对啊 那欧洲人就做了一个 你听起来都快要笑出来的决议啊 他就说 不然那个因为那个萧芝他最近他们也要选举了 那萧芝 那个里面绿党跟自由党都是非常反中的嘛 是 他们就做一个决议说 我们还要对中国大陆增加关税 那个电动车啊 那2026年开始 2026你都下台了 2026 所以我是说你一定要看细节啦 不然你就会被他们嘴巴上所讲的一些事情所误导 比如说新闻标题一出来一定是 德国决定这个对中国进口的电动车增加税收 那中国扬言报复这样 不忍了 新闻就这样 那结果你去看细节 2026 2026你今年选完搞不好已经挂了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就是没有办法 那真正的原因我觉得还是因为美国 因为美国缺乏一个 稳定的决策力量 在做这方面的政策 变动太大了 它变动太大了 而且外力介入的空间也变大了 好 请教永平姐 那个关于亮哥讲到美国缺乏稳定的决策力量这件事情 我非常感触很深 那我也认同我在这边也补充一点案例说明 因为刚才亮哥举的例子是说 如果以往的美国决策比较稳定的时候 是不可能一个议员讲话 他的股价就跌5点多%的 那我在美国我也留学 恩怀疑也住了四五年 对不对 那个时候美国很稳定的时候 你根本不可能想象一个TikTok这种事情 会在美国的这个共和民主两党 这个旗鼓相当的两个参众意愿同时通过 不可能的 绝对不可能的 为什么呢 因为很简单 第一个你牵涉到的是美国的言论自由保障的基本信念 然后呢他们在游说 这个国会议员投票反对TikTok的时候 除了什么国安疑虑讲得很大声呢 其实大部分都在说 他们呢很反以色列 很亲和巴勒斯坦 所以一大堆这个巴勒斯坦人的痛苦 都是透过TikTok在呈现的 所以竟然这样呢 就能够在这个国会里面呢 就能够以压倒性的票数 而且那压倒性的票数也违反了 除了言论自由以外 也违反了美国常年的自由经济的精神 你竟然去叫人家要跟他的母公司卖掉 或者是剥离 否则的话 你就不能够在我这个市场营运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美国最近做出了种种令人跌破眼镜 然后觉得稳定的状况 绝不可能的时候 到现在我的心情 我非常认同刚才亮哥讲的 就是美国在做什么 我一点都不意外 都不意外 好 那讲到对华裔的启示 各位不要认为说 这只是对大陆 中国大陆去美国人的启示 他们搞不清楚的时候 他们会连台湾的学生应订启示 刚才亮哥说 有些人问说 什么理工科的不要去 有风险 要不要在那边工作 我跟各位说 川普时代 就已经对台湾的学生 去那边拿到MBA的 完全不发给工作签证了 那为什么 因为川普当时就是已经 举起反中的大旗了 他们的逻辑就认为说 我管你是台湾人 还是大陆的人 反正你们关系都很好 你们语言相通 你们都跑来跑去 所以你根本拿不到工作签证 那还不用理工科 你连MBA你都拿不到工作签证 那你今天你花钱去美国 学费又那么贵 你想要留在他那边工作 你至少从他的高的收入 希望回一点 你的投资 根本现在已经变得不可能了 我觉得整个华裔 不管你心里头怎么认同 你就是要知道 美国人就是这样看待事情 可能连亚裔都这样子 不是只有华裔而已 甚至有波及到日本人跟韩国人 也有听到他们在抱怨的 您讲得很对 最后谈到法国的部分 中法的问题 您刚才主持人一直在讲说 是不是马克宏两手策略 我觉得讲了大实话的 就是他们的空八CEO 他说来我想提醒大家 近年来欧洲对关税征收的 对欧洲的产品征收关税的 不是中国人 而是美国人 对不对 所以呢 对于欧洲 他在经济上 他必须要有所出路 自己国内的经济也要竞争 他会完全跟随美国 跟中国壁垒分明 然后大家彼此都不往来 甚至往来就把你留置 就让你难过什么的 没有啊 法国一样要中国观光客 日本也一样要中国观光客 大家都要了 日本一样要跟中国大陆谈FTA 法国一样继续跟中国大陆做生意 这就是现实 是好 请教肖伟哥 好的确我们看到 如果说今天你是美国人的话 我觉得可能对现在 11月的大选 真的会面临到一个两难的 这样一个局面 怎么说呢 我们刚刚看到 这个我们的拜登 总统到了这个法国 去参加这个诺曼迪登陆的 这个纪念仪式 然后呢 到了这个凯旋门下 然后去点了这个永恒之火 但结果突然转到不知道 那个面向哪里 其实近来 我们的拜登总统 已经不止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一次了 前几天就在这个美国空军官校 毕业典礼上 他老人家也是走上去之后 东走走西走走 南走走北走走 就是没有走到他要致辞的那个位置 对 然后呢 其实 这真的是 其实说真的 这个拜登 那个总统的这个 就是他的心智问题 可能真的是让大家蛮担忧 我倒不是说 他 反应可能反应不过来 年纪真的大 他年纪真的大 那另外一个川普总统嘛 那个川普前总统 现在他其实之前就一直在 这个陷于这个 这个有罪的这个泥闹里面 所以说 他是唯一一个 这个总统 那个卸任以后呢 还被判有罪的 所以对于美国人来讲说 今年11月 他到底要把票投给谁 说真的还真是非常麻烦 但是其实 你看 现在这个情况 就导致在这个 这种所谓的这个自由世界 或说是 以这个 美国为首的 这样一个西方联盟里面 其实相对来说 的确就面对问题的时候 像为什么你说 马克宏 他现在在欧洲 感觉好像要出来 站出来带领北约这个味道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就觉得 没错 美国他现在 的确是请全力支持乌克兰 要让这个乌克兰再怎么样 在美国总统大选 结束之前 绝对不能对俄罗斯 有任何松动的 这样一个迹象 但是呢 对于巴勒斯坦的 这个问题 美国又做得 其实相对来说 跟世界目前 现在这个主流价值 跟主流认定的 这样一个状况 感觉其实有相当大的出入 其实所以 欧洲现在在面对 这个问题上 相对来说 也是非常 非常两难的 其实在欧洲 面对这个 以色列的问题 相对来说 某种程度来讲 还是不可否认 他们是跟美国 站在 相接近的 这样一个阵线上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 欧洲在 纳粹 统治的这个时期 对不对 世界各国 基本上很多国家 都是帮着纳粹 当初把犹太人 赶出去的 所以其实现在碰到 以色列的问题 欧洲人相对来说 也是会比较软弱 不能说软弱 就是相对来说 有比较高的 同情性 但是其实 在这个情况下 的确你可以看到 现在西方联盟 面对这个两个 不同的这样一个战场 乌克兰的战场 然后跟到 以哈子这样一个冲突 的确是让他们 这个首领之间 能够同心协力 这个情况下 也的确 有他们的这样一个难度 等于说 我们现在也对美国人 寄予高度的同情 如何能够在下一个阶段 产生一个强烈的总统 是美国人 大概未来的希望 是 好 我们再看到 这个以哈冲突 以哈局势方面 现在以色列的人士 要营救 结果呢 冲上直升机的画面 现在也曝光了 我们透过画面 也看到 这一群人 是透过 这个空拍的镜头 看到底下呢 这不是蚂蚁 这是一群人 要等上要直升机 那这个是6月8号 以色列成功 从哈马斯的手上 救出了四名人士 军方释出 营救的行动画面 那这段画面呢 其实后来曝光之后 美国官员也说 这个救人 我们也有份 我们也有提供情报 还有后勤资源 来协助救人 但是 这个 现在遭到哈马斯 绑架 这个 以色列跟中国的 混血女大生 被囚禁一年 现在奇迹获救 她毫发无伤的 来报她的父亲 那这个四人 获救人 这当中呢 就包含了 这个终以混血的 女大生诺亚 那纳坦雅胡 也曾经请习近平 来帮忙营救她 那现在诺亚 获得救赎之后 她说 谢谢大家 我现在最大的幸运 是见到 爱慕 生命垂危的 华裔母亲 那现在这个 救出来之后呢 纳坦雅胡 也打电话给她说 事实证明 我们一分钟 都没有放弃你 请为我拥抱 你们的母亲 哇 这句话出来之后 大家说 你是不是为了 要减缓国际压力 顺势来卖 中国的人情 而现在呢 哈马斯 他也发布讯息 他说 以色列为了救 四个人质 而屠杀 两百一十人 而这两百一十人 里面包含什么 包含 人质跟平民 哈马斯又说了 以色列透过 可怕屠杀的方式 来救人质 因为他们屠杀了 两百一十人 而且在行动当中 还杀了其他人质 这个是战争爆发以来 最血腥的袭击 现在变成各说各话情况 那拜登现在是不是 挺到满头包了 因为现在数千人 是到了白宫抗议 拜登来容忍 以色列军队 甚至还放出 所谓的烟雾弹 大家透过画面 就可以看到 在白宫前面 居然烟雾缭绕 上很多名的 这个示威者 也包围白宫 一再对拜登 容忍以色列 来表达愤怒 那白宫还为此怎么样 争设为然 甚至警方对于 释放烟雾弹 来驱散人群 所以看得出来 情势好像也是 蛮紧张的 也是蛮混乱的 那现在呢 乔治克隆宁 也打电话到白宫发飙了 到底怎么回事 乔治克隆宁 他的太太 艾玛是人权力士 是协助ICC 发纳坦雅胡 逮捕令的议员 那众议员通过了 制裁ICC法案之后呢 可能会面移到制裁 传出乔治克隆宁 相当不满 就致电到白宫狂骂说 你们不像话 那乔治克隆宁呢 是民主党长期的支持者 6月15号呢 曾经替拜登 主持好莱坞的 募款活动 现在可能会受到影响了 而现在呢 也不止美国 像发生这样的情形 国际上也纷纷 把矛头指向以色列 哥伦比亚呢 将停工 停工煤炭给以色列 估计呢 以色列的煤电 或是从20% 降到3%左右 那中南美国家呢 哥伦比亚强力要求 以色列停火 甚至不惜断交 那他的总统呢 裴佐就说 五天内会暂停出口 煤炭给以色列 直到种族 灭绝的行为停止 那业界就评估了 这个会让 以国的煤电 减少17%左右 再来看到 以色列的军队呢 被联合国列为 全球侵犯儿童的 罪犯罪名单 这个是联合国的 秘书长呢 古特雷斯 他年度报告呢 将以色列国防军列入 齿路名单哦 全球侵犯儿童犯罪名单 名单内呢 有20个冲突地区 以色列是 唯一的 民主国家 那被列入名单呢 不会带来后果 但可能会产生 政治和外交上的影响 也使得以色列 会受到国际孤立 那再来看到 就是现在伊朗 也风声鹤唳了嘛 因为美国可能会 扩大所谓的核武库 面对俄罗斯 跟中国的威胁 现在美国也要 扩大他的核武库 美国白宫怎么说呢 美国可能将 不得不扩大战略核武部署 加强对中 对二的威慑 那同时也不惜一些代价 阻止伊朗发展核弹 来对应 伊朗核野心 并不容易 那现在伊朗 其实也蛮紧张的 甚至他天空上 突然飞出 好像是个 幽浮的感觉 让民众非常的震惊 大家透过画面 也可以看到 这个感觉上 好像是key上去的画面 但是对当地人来说 好像会一阵紧张 这画面不断在伊朗上的游船 好像是一个盘旋中的 幽浮突然飞过去 那很多民众 在德黑兰的民众 拍到这个城市上面 出现的幽浮 引发了大家的乐意 但有网友说 这个东西 画面好像真的太假了 一定是电脑动画 甚至有人说 是不是无人羁群 在做训练 那而且看过了很多次 反应有点两极 好 我们先请教亮哥 亮哥你怎么看 现在这个以色列营救人质 这个画面 以及现在包括了 哈马斯的一些态度 他说你们是屠杀 210人才救出4个人质 我觉得这个行动的军事目标 真的是莫名其妙 是 因为美国主导的第一阶段谈判 现在正在寻求共识 那其中的条件 就是要求哈马斯 要释放大部分的人质 所以你为什么要打 如果你打的目的 是要救人质 那根本就跟美国 在谈判的内容不相符 那美国也是作秀大王 救出来之后要来抢工 刷存在感 你到底是主张什么呢 他说我没有提供情报给你们救人 那你那谈判要谈什么呢 谈判不是要暂停打击吗 我觉得这根本就是 我认为以色列根本不是要救人质 是刚好那个地方有人质 所以他不是讲到了 有些人质也被打死 他事实上就是在打哈马斯 那人质只是 有4个人活下来了 真相应该是这样 其他可能更多的黑幕 他是在打哈马斯 所以才会死那么多人 他拿那个混血额来做文章 就是幸好这个人没死 他可以拿出来 因为他有知名度 所以我坦白讲这个行动 就是以色列说谎 就他说他已经没有在做军事行动 他现在都在做扫荡 抓个别的哈马斯 那这个显然就是一个攻击行动 我不相信以色列会为了救人质 去杀那么多人 一定是打哈马斯 然后连带死亡那么多人 那也包括人质也被打死 幸好有4个没死 然后就立刻转变主题说 我们救出4个人质 改变说法 我觉得真相应该是这样 而且我讲白了 这4个人质被救出来之后 就发现身体状况也还好 不是被关了一年吗 对 我现在没什么大碍 所以网路上立刻就有人秀出 被以色列军队关押三个月的巴勒斯坦的士兵 瘦弱成什么样子 所以请问对待人质啊 是以色列不人道还是哈马斯不人道 这个在国际媒体的一个人家都拿照片来对比 对有图有真相 但是这4个人看起来好像也还好啊 只是他们运气好没有被打到啊 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比较接近真相啊 因为确实哈马斯会躲在医院学校 还有清真室里面 以色列向来都是这样打的啊 所以为什么会死那么多人就是这个原因啊 所以我是觉得 这也表示美国在执行这个以哈谈判并没有很用力啊 不然怎么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你想一想你这种事情发生哈马斯还要谈吗 不可能的嘛 那哈马斯可能就会把人质藏得更深 你以后要救就更困难了 所以我是觉得 你从这个事情事实上你会看到的是 美国跟以色列是都是讲一些表面话啦 那真正呢还是在默许以色列继续攻击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 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王哲 我们知道这个乔治克罗尼的太太是人权律师 看照片也是真的非常漂亮 结果没想到现在也被制裁了 而且乔治克罗尼还打电话到白宫发飙 永明姐你怎么看 是如果这个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 最后现任总统拜登 因些微的这个票数差距而落败的话 我相信大家追战犯 一定会认为以色列的这个问题 是一个最大的关键 我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美国现在的这个白宫 拜登政府 他为了维护以色列的权力 认为他们去报复的这个有权 他发动了一系列的斗争 这里头甚至斗争的对象 是国际刑事法院 因为国际刑事法院是一个国际的组织 他对于国际法还有违反战争罪 他有维护的法律的权利 所以他们根据纳坦亚胡 以色列的做法认为他违反了战争罪 所以呢对于纳坦亚胡发出通缉令 那这里面呢这样的一个做法呢 惹怒了美国 所以美国现在马上就传出来说 要针对这些国际刑事法庭的法官 还有相关的这些法律诉讼团呢 要进行这些反报复 进行制裁 那这里头呢就涉及到了一个 你不应该惹的人呢 这个就是乔治克鲁尼的老婆 美丽的太太 艾玛克鲁尼 那这个艾莫克鲁尼呢 她是一个很不得了的女性 她本身呢 是出生在黎巴嫩 但是四岁就到伦敦去读书 然后她因为父母都是 来自非常好的教育背景 遗传应该也很好 所以她很年轻 就拿到了牛津跟NYU的法律学位 而且是美国跟英国的双律师 然后她马上就到联合国 相关的这种国际组织 一直去帮忙 一直去为弱势 进行了很多跨国的 这种为人权的努力的诉讼 那所以啊 当时这个也传出乔治克鲁尼 真的曾经要跟他求婚 求到不行 他根本不太看得起 你那个好莱坞大明星 但他本身呢 非常有明星的气质 那各位想想看 明星气质 而且呢 重视人权 然后非常的光鲜亮丽 而且非常的重视弱势的价值 这是不是就是最关键的 民主党的选票 以及最能吸引民主党的年轻人 跟这个 因为以前的艺人啊 很讨厌这个共和党 因为有时候共和党 就是太民粹主义了 所以艺人都比较自由派嘛 自由的天性 所以他们比较支持民主党 那乔治克鲁尼是谁呢 他是要去帮助拜登 举行募款参会的 像美国这种选举 尤其选到最后 你与其说比谁票多 民调多 要比谁钱多 能扎钱到最后一刻好 那现在乔治克鲁尼也气了 气炸了 如果这个太太一向来就是人权律师 就是为人道而发声 结果你竟然连他也要制裁 那我要抛弃你民主党 那如果乔治克鲁尼夫妇都抛弃民主党 那么多年轻票的示威 那么多很多有重视人权弱势的人 一一的脱离民主党 那拜登要靠什么赢呢 这么紧绷的选举 他是不是会因此而落败呢 这是我觉得现在拜登政府对以色列非常头痛的地方 好 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